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白发原来也很美 陈香如谢要来了吗? 这两天看了杨子和陈毅主演的陈香如谢的主题歌MV陈香 就一个感触,杨子原来白发也很美 这个剧什么时候播 作为流量演技都有的小花 杨子曾经一直为自己的颜值和身材而苦恼 她和好友蒋新开玩笑说过 她和蒋新是娱乐圈的两大巨星 这个剧是容易发胖的意思 在她同心的时候 宋丹丹都认为她没有女主脸 并不适合女演员这条路 从战长沙清云至欢乐颂到亲爱的 热爱的在道香蜜沉沉浸如霜 杨子一步步证明了她的演技 也同时证明了她可以演大女主 她可以称得起爵士美女四个字 期间她付出了很多 但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葡萄精灵紧密 她是美帝 沉香如蟹由欢瑞出品 而杨子和诚意都来自欢瑞 一开始该剧并不被看好 但是杨子决定出演女主后 该剧热度就一路走高了 从目前曝光的主题歌MV中可以看出 该剧制作精良 尤其是杨子白发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在剧中杨子扮演上古仪族颜 但徘徊七世八百年之未忘情应冤帝君诚意 却在凡间再次遇见应冤化身堂周后 坠入情网 目前看剧情大纲结局是几经波折后终成眷属 不过在小说中 不是这样的结局 不知道这虐恋最终是不是HP 电视剧尚未播出 是不是完全照搬原著很难判断 不过光看看主题曲MV 就很期待该剧的播出 毕竟香蜜是在2018年播出的 已经很久没有看杨子的古装剧 之前的另一部剧又因为特殊原因只能重拍 为杨子感到不值 诚意的演技也是很不错 之前两人也共同合作过《青云志》 相信该剧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有点迫不及待等剧播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